好 這個是我一直在想的事情 所以這也是 我覺得這套漫畫在談 那個家庭這個東西 讓有家庭的人 讓我看能有很多的感感 對 還有很多的感觸 我覺得我得到很多 那既然我們講到家庭的表現跟理想 然後我們剛才在小草一點 講到月圖跟文書的方面 就像我想到在《歡樂之家》裡面 那確實就是呈現出一個很特別的寫表現 像看來合樂的家庭 那他們特別的點就是 然後似乎全家都非常的喜好文藝 然後剛才講到爸爸熱愛費之傑羅跟弗伍斯特 然後媽媽的音樂跟表演造詣都非常的好 那這個漫畫家的女兒更是不用說 但是很微妙的一點是 作者在書裡面講到說 似乎他們越投入這些 就是各自藝術財環的領域 他們離彼此的距離就越遙遠 比方說就是他們都從 至少就是父親跟第一作者 他們似乎都從就是 《歡樂之家》作品裡面得到很多的 嗯 慰藉或者說是一些間接的認同 這影響非常非常多 但他們卻就是好像 埋首在各自的世界裡 然後沒有什麼機會就是 真正的進行就是交流跟談論 那 最後那我想要就是問到兩位 就是在你們的家裡很明顯是 就是親子都有一點熱衷於閱讀的 那你們是怎麼從就是各自 就是私下的個人的閱讀文本 然後跨到就是這樣子的交流和實際的討論 那中間就是有遭遇過就是什麼障礙或是顧慮 然後說擔心自己的意見可能會不會反對啊 或者說有一些感受可能來一起吃啊等等的 我們家的人閱讀的 或是在就是喜歡東西的方面都蠻不一樣的 比如說 我就喜歡看很多 我自己也看不懂電影 然後 然後 然後妹妹喜歡看偵探小說 然後媽媽就喜歡看一些 媽媽什麼都看 那 我們 我們也不會常去想要 因為 因為對方跟我們分享某東西就會 特別想要去看 但我們會偶爾挑一兩東西去看 然後這樣我們就有可以討論的 平台之類的東西 或是說我們也會從 然後我們在分享自己最近看的書 或是說電影 的這個過程裡面 去跟自己在閱讀文本的時候的經驗去做連結 所以這樣花就可以分享自己很多的感覺 像 awards 您覺得 舊者在這個漫畫裡面 有畫到 有畫到他們家 其實這個氛圍在外人來看還蠻好的 就是媽媽好像晚上都很喜歡在彎鋼琴 然後爸爸晚上很專注的在他看他建築的書 或者是弄他的修復過他們家的房子 那主角他很喜歡 他晚上就會在他的房間寫實 他們家很大嘛 有非常多的房間 所以他們畫的空間裡面 就每一個人都在從事一個心靈性的 然後非常自主性很強的藝術的活動 所以我想他們都是所謂的高敏感 高敏感的一個所謂藝術家 那我看的其實還滿有感覺就是 你就會這樣家庭幸不幸福 他們其實是各自在從事 各自自己心靈裡面 但是你可以理解 藝術家或者有藝術性的人 他很需要自己的空間 那其實我看到這個的時候 我的感觸是 我常在想 如果我不用做這麼多家事 如果我不用主辦 我可以寫更多東西 而且我可以寫得更好 我可能是我已經寫出來了 我可能會寫別的小說 我可能會寫出一本我想要寫的小說 為什麼的 因為我很需要一個人的空間 運作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看到那個東西的時候 我其實還滿有一點感觸 當你在從事你自己的那種 心靈類很強的活動的時候 你確實 我必須要告訴我自己 就是我的小孩回來了 他們放學回來了 所有的事情 我個人想做的事情 都要把它暫時地放一邊 有一些東西是沒有辦法 你在這個當下就去成就的 對 那這是我在看到那個時候的一個感覺 那人生就是一個階段又一個階段 走上了這條路的時候 我也在這個過程裡面得到很多 人生就是加加減減減減減減的 對 那是我的什麼感觸 對 其實這樣讓我想到就是 我和母親之間 有一段新作者跟母親的對話 就是他們 就是作者媽媽其實在那一段就有講到 就是她對 有一些 特別是女性創作者 能夠放下母親 放下家務去追求 藝術成就的羨慕 跟或許有點忌妒 然後我們也可以看出就是她生活在這個 可以說是假面家庭的關係中 真的是犧牲了很多 那也可能是因為她 就是真的 付出了犧牲掉的 就是如此多的機會 所以就是 她對女兒的就是 期望跟就是 失望也許也就是更加的大 那 可以看得出來就是她們母女之間的 就是 一個心結好像是在於說 其實在作者一開始出櫃的時候 那媽媽其實就是 等於說是委婉了表示不贊同 是不是不太能夠接受的一個反應 那到了後來就是 作者自己 已經搬出家裡 然後有了自己的事業之後 那她還是 媽媽還是 不太願意就是去了解 她感情生活 她就是 跟其他母親的交往 然後 也因為就是擔心 就是她們的親戚朋友 會怎麼議論 而不希望就是 作者太過高調的 就是張揚她的 同志身份 那 就是這邊我想要問老師說 能夠理解 今天作者同心 這樣子的 有點矛盾的心境嗎 或者說就是在 剛才可能跟妳求助的一些 家長讀者中 看過這樣子的 狀況 然後曾經想過就是 或許能夠如何地化解 化解 妳說化解性別是棒面的 嗯 就是這種 其實 其實是關心著愛姐自己的子女 但是又因為 比方說 估計她人的眼光 或者是 許多社會的壓力 而沒有辦法 真正地 尊重她 或是認可她自己的 這樣的狀況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那個 喬瑜妳要不要 先回答 就是 妳會覺得就是 有一些想法 或觀念 或一些事情 有受到來自於媽媽的 一些不理解啊 或者是 沒有支持嗎 那 如果有是什麼呢 從最近發現一件事情 沒有結婚 就是呢 我一直有跟媽媽說 就以後如果要結婚的話 我不想要判婚禮 然後我也不想要拍婚紗照 就是這種 很傳統的結婚 那些事我都不想要 就是因為 很複雜 很麻煩 然後又有很多東西要遵守 就 就不行啊 然後媽媽就有跟我說 媽媽跟爸爸的態度是 他們覺得 沒關係 但是 但是有個但是 就是他們說 這件事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然後大多數的女生 都會從小就嚮往 穿著漂亮結婚禮服 然後就是結婚這樣 就是很重要的一天 然後媽媽說 我希望妳不要後悔 但是在講 媽媽在講出 他們需要我後悔的時候的感覺 就會讓我有一種 就是 我已經想過了 然後我就是覺得我不會後悔 因為 因為 我當然也有顧慮到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場合 然後很開心 然後 大家就會祝福我 然後我就會長得很漂亮 的那種場合 然後那天應該會很開心 但是 但是 我就會覺得 但我就是不想要 但媽媽才是會跟我說 就是 我不要讓我自己後悔 然後他前幾天傳一個文章 是 某個財產教授 他寫說他的 新娘不服從的過程 他覺得結果而言 他是有一點覺得可惜的 然後媽媽就傳 你這篇文章你自己怎麼給我 就跟我分享這個 結果有個人 真的就是新娘不服從 然後他還真的有點後悔 然後媽媽就透過這樣的方式 完整的告訴我 他想要我再想想看 這就是傳Line的不好的地方 因為其實我傳 黃宗慧老師這篇文章的意思 並不是 我完全沒有注意到 黃宗慧老師他有沒有後悔的部分 我在看的是 他在去想的這個過程裡面 他那個年輕的女性主義比較尖銳、比較犀利的部分 然後隨著歲月的沉澱 然後他如今再回頭去看 當然他現在還是個女性主義者 當時的女性主義者 他的心情是什麼 其實我看到的是這個部分 但是傳Line就是有這種壞處 你沒有辦法去寫這麼多的東西 然後你也不知道對方的解讀 其實跟你的想法不太一樣 我現在要趕快解釋一下 我想看 我們還不夠了解 沒有 我說我應該想太多了 不會 對 對 不過這邊因為有一些爸爸媽媽 對不對 當你18、9歲 你們在跟你談談未來的婚子的時候 其實你也會覺得 時間慢慢的會 對啊 是吧 但我只是想跟 我有點太認真的回答 我家人分享 只是因為我認真的回答 這個階段的我是怎麼想的 OK 那我也還沒有要解 我甚至也不一定會解 我會 了解 好 其實我因為今天有一些父母在這裡 我想 我來幫助父母來問一些問題好不好 等性別有關 好啊 你等性別一題有關 這個問題 OK 好 因為我一直都很想問你 但我沒有問過你 我知道你從高中開始 每一年的同志有時你都會去參加 那我知道你這兩三年 你看了非常多的同志的電影 比如 莫莉絲的情人 我最喜歡的是莫莉絲的情人 那幾部 還有呢 還有 那個 最新的的話就是 Koliba的麵包 還有呢 還有呢 忘記我還可以講哪些 月光下 這很難 月光下很難 那是我們家租片回來一起看的 欸不棒 還有那個法國在講愛滋議題的 那個 Eats Perg 他是在講同性戀 然後跟愛滋議題的無法康電 這都是這一兩年開的電影對不對 算多嗎 跟你們家的小孩 會不會是正在座的比起來呢 還有五張主題 還有什麼 也是法國的 叫做藍色是最溫暖的顏色 對 還有像藍色是最溫暖的顏色 這樣算多嗎 算多 那我想知道啊 你是異性戀嘛 身為一個異性戀者 為什麼 你這麼關注這方面的議題 每一年通知有時你都會去 從你高中的時候 當然你們比較小的時候 是媽媽帶你們去嘛 到後來高中的時候 你每一年都會去 那你看了這麼多的同事 而且你看完一回來 都會非常地跟我談你 受到多大的感動 為什麼 你說為什麼開始關注這個議題 就很 還有你為什麼會 對 有什麼如此的感動 就 因為這對我來說是一件 蠻自然而然的事情 就是不管是性別評選 還是挑戰性別的婚姻 對我來說都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然後 因為媽媽的關係 我從來對於 我覺得不對的事情 有很強烈的不開心的感受 所以 我就會去努力的去讓這些 比如說我所認為不正義的事情 我希望它可以消失 比如說跟從天的歧視 那 雖然我身為一個異心眼 但我覺得我很可以理解 也不會因為我經歷過 但當我想像那種 你 你愛一個人 但卻不被接受 或是不被看好的時候 那種感覺 想必是 就已經不只是很難過而已 那 我不希望 我不希望任何人 有機會有 感受到那種感覺吧 應該是這樣 然後 然後 嗯 同一天電影 就是所謂的特別打動我 是因為 一個是 我從國中就很喜歡看 B.L.小時候 我就覺得很可愛 然後 另外就是 他們會經歷到一些 異心眼不會經歷到的 感情的難關 比如說 比如說異心眼就不會經歷到 然後必須要捨棄自己的人本的所愛 而是為了完整某些人生的目標 比如說 比如說莫莉絲的情人 跟那個很新的 口名百人念裡面的男主角 都 都去結婚了 就是最後都找了一個女生來結婚 獨留男主角 原本的情人 也就是另外一個男主角 然後 就是被分手 然後是單身 或者是去找新的 新的情人 然後就他們必須要去面對 為了某種事情的 目標而去拋棄掉一個自己人本 而是遷就一些東西的感受 是很 對我來說是 還沒有經歷過 然後 但我覺得很感動 然後就會覺得 怎麼那麼可憐 那感覺 我還想問第二個問題 就是在這個書裡面 可以看到 艾利森的爸爸 他一輩子都在壓抑他的心情下 沒有辦法 在那個賓州的 他們鎮的名字很好聽 叫善華舉希 在這個那麼小的 一個非常保守的鎮子 鎮裡面 爸爸一輩子都不能去告訴別人 就是他喜歡的是口姓 那他又身為一個老師 回到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因為已經高中 念的是一女中 那北玉在一、二十年前 曾經發生過 就是兩個女孩子 他們自殺的事情 那當時你們的校長 也去明天說北玉沒有同性戀 那時間已經過得蠻久遠的 今天一、二十年過去了 我想了解就是 現在在你們學校 你們學校應該會有一些 同性的戀情 那老師是 校園是什麼樣的看待 然後校園的氛圍是怎麼樣 你們同學之間 現在是看到同學之間 這樣同色戀情 他們公開嗎? 你們祝福嗎? 你們歧視嗎? 你們表態嗎? 現在的情況是怎麼樣 現在是校園的情況 然後他們的父母知道嗎 你們同學都會聊天對不對 都會聊到彼此 你們知道嗎 其實孩子在學校 都在聊爸爸媽媽的事情 爸爸媽媽的態度 爸爸媽媽有多偏差 爸爸媽媽有多不了解 我爸爸媽媽有多偏激 爸爸媽媽有多落伍 多跟不上 爸爸媽媽也會跟朋友 討論自己的小孩有多不懂事嗎? 不會 不會 沒有 我的意思就是說 當然就是說 父母本來就是有很多大所謂gap 就是那種觀念的落草 我想知道現在高中校園 對這方面的議題友善嗎? 我們學校真的有蠻多的 我們學校真的有蠻多的 蠻多的 蠻多couple 也會有跟別的女校或是外校女生的couple 那我覺得就可以分成兩個 就學校有分我們自己同學 還有師長 老師他們的態度 我們自己同學的話 在我們學校有點 討論同性婚姻的議題還蠻精神的 而且在我們這個年齡層 大多數的人都還蠻支持的 就是反而在討論的時候會 就說其實風想很明確的 就是大家就是覺得 這很正常 然後就沒有關係 然後 我們學校那些couple 其實也都很大方 在學校都有 就是 反而就是 就是一般couple會做的事情 他們都敢在學校做 那就也沒有什麼好顧慮的 但是 但是老師這方面的話 一方面可能是我不太清楚 一方面可能真的是我感受到那樣 我覺得老師他們 老師他們不會去談這件事情 大多數的老師都不會 我覺得現在有一兩個 他們在老師面前會調整他們的關係嗎 這些couple 他們的 比如說他們喜歡 就是管籤手還是有抱之類的 都會在 就常常都在班級以外 比如說走廊樓梯間 所以老師其實是可以看到的 對應該是沒有在顧慮老師 但是老師可能也知道 自己這麼貼語保守的言論 如果講出來會被同學不喜歡 會有壓力 會有壓力 因為我們學校關注其他議題的人不多 但關注同學的議題 也基本上是全民動有的事情 所以老師 比如說我們學校有個教官 曾經利用他的國防課的時候 然後在班上是教了兩堂課的那個 因為他是極度教徒 然後他就告訴大家就是 同學也是如何噁心 如何違反常理之類的事情 然後他教了 他教的五個班級裡面有 應該有至少三個班級 都有學生站起來跟他吵架 所以我覺得我們學校老師應該蠻小心的 但老師也不敢 大多數的老師也不敢去講 大多數的老師也不敢觸碰這個議題 因為教官吵架了 會發生什麼事嗎? 不會發生什麼事啊? 不會被處罰 不會 OK 那 大多數的老師也會避免談這個議題 因為我們學校曾經 我高三還是高二的時候 我們工程老師曾經有一次來上課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就是十月多 我十月多就是接近那個同志道行十月底的時間 然後我們學校有些工程老師 跟歷史老師在這個議題上面 是會跟同學推廣這個議題的 然後有一次上工程課的時候 老師就有跟我們提到說 學校有家長希望 就是施壓說 希望學校老師不要去宣揚 同性戀思想之類的事情 所以老師應該也蠻為難 但像一些人民立場比較保守的老師 應該算是會假裝你看到 因為會不會同學嗎? 喔 OK OK 了解 好 那這個是現在你們女校的氛圍對不對 那因為這裡有一個幫同學 那可以問一下你們現中是男校 那有Couple嗎? 他們有像譬如說這樣女校 這樣子自由的去表現他們自己 然後學校的氛圍友善嗎? 就是基本上學校裡面是有的 然後我 大家都很自然 沒有沒有沒有 男校會比起女校比較 就是因為可能我們學校的風向 不是完全一致的 畢竟建宗就是 怎麼講 比較多人念自然主 然後自然主就是可能 比較少關心社會議題等等的 這不是一種歧視啦 我是說 我是陳述一個事實 就是說 比較少接觸社會議題的話 可能會比較不理解 或是認為這是一個反常的狀態 所以 大部分的情侶 在校內比較不像女校的情侶 會這麼樣的開放 但是 因為男性承受比較大的壓力 比起 比起在女校 比起在女校 對 OK 了解 聽到關於校圍現場的這些狀況 其實感覺不管是北一 或者是剛才同學講的男校 似乎都已經可能比世界二十年前 就是開放許多 其實是蠻樂見的一個狀況 但 其實是在現在 可能 當我們回到家庭這個領域的時候 家人 特別是父母 可能還是很多 就是內心控制 很難度過這個關卡 那就是 校圍有想要 就是針對一點 分享一下 可能身邊觀察到 跟同輩面對這個狀況的 我有些 因為我就讀 就是 我就生存那個環境 所以我有一些同學 就是從身邊 然後 就是 嗯 他們 當然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 那個愛情可以被讓他祝福的 可是 因為同學相對大人而已 對大人來說 還是一個 比較敏感一點的議題 那同學 也因為 也因為 不會從小 到一個人的爸媽 不會從小 跟他討論這個議題 所以 很多人對於爸媽 在這件事情上面看法都不確定的 那 這時候 同學為了 想知道自己的爸媽對於自己的 這個性感的態度 我們也就會有些試探 比如說 嗯 第一步當然就先問他們說 欸 你們覺得 從新年可以結婚嗎 就第一個問題 第二種試探就是 那如果 我是從新年的話 你會怎麼樣 像這樣的問題 就是 嗯 我不會說所有問這個問題的小孩 都是在試探 但我意思是 有時候